在宜蘭羅東 那他相關昨天我們有 他的一個同事之 1208 1209 1210 1211 然後今天我們會新增了 一個1216 然後他1216 他的一個親屬裡面有 1231 1232 宜蘭羅東的銀河百家勒 遊藝場群聚感染 已發不可收拾 到今天為止已有8名確診 5名員工 1名常客 還有2名為同住家人 以匡列隔離144人 今天增加了3個案例 我們昨天是5位 其實目前這3個案例 1位還是遊樂場的員工 另外2位是前5位確診者的親人 同住的親人 遊藝場這種大樓 昨天晚上中央下禮 全棟停止營業 清空 所有的人列入居家隔離 那其中有一位是小學的 第一個小學的學生 那同班的 同班的都已經列入居家隔離 因為好像學校也停課 學校停課 確診者中竟然有小學生 被列為案1231 案1211是她的姑姑 因為同住一起遭感染 中央及地方不敢大意 小學生上課的班級停課14天 且包括師生家長共60多人居家隔離 另外確診學童在課後 曾到宜蘭東山鄉的一間安晴班上課 安晴班也停課14天 所有相關人都採檢並列入隔離 宜蘭縣政府今天起將連續三天 會同相關單位 聯合七茶電子遊戲場 特定行業等密集區域 連消防設備也不放過 中央在昨天升高的層級裡面 已經規定了 如果不能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我們都會做相關的處理 八大行業 只要沒有落實實名制 我們勒令停業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公布 銀河百家樂有異常確診者的相關足跡 餐廳及賣場 全都自行暫停營業大消毒 本餐廳是在昨天晚上9點左右 街道衛生局有來電告知 有羅東的確診者自本店消費 因此決定在今天以及明天 那麼來暫停營業 暫停營業期間 我們將做好全面消毒 以及清潔的工作 防疫是全國的大事情 更是國人的大事情 所以基本上本餐廳一定會 全面的來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此外因為防疫層級已經提升到第二階段 所有多人聚會一概取消 我們體育館的部分 已經讓他們休息 在休息活動就到6月8號 然後那個社區的話呢 因為像我們常津食堂 我們就是公餐是帶回家去吃 室內100人以下的活動呢 我們會請他們採這個 梅花座的一個方式 然後做好自主管理 戴口罩 食肌燒 戶外的話 500人以上的口罩呢 這些我們都是希望他們 都能夠這個暫停舉辦 或者是延期這樣 至於每年一度的盛事 宜蘭童萬節 是否將如期舉辦 我們就是希望 人家健康防疫還在第一位 該舉的時候就要舉 突發中心 一切以防疫為優先報道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